哈利利亚 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一节至十三节 我若浓缩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名的罗 想的拔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就我能够一三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 叫人焚骚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是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到知能 终究必归于无有 所方言知能必 终必因知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地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所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候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 常存的 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阿们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感谢主今天来引导 我们来到这里 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 所留下的宝血 让我们成为主的侄女 今天的侄女 因着信心来到这里 此时 愿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此时成为 让我们能得益的一个世界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告 阿们 再怎么样豪华的车 如果没有汽油 如果没有燃料的话 那么这个车的机能 是不能起任何重要的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 机油 是燃料 这个车只有是有燃料 才可以行走的 当然车的豪华 车的本身的豪华 也是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燃料 是让车能行动的 行走的一个原动力 那么这个油呢 也是分好几种 好几种的 当然 不管是什么样的 种类的油呢 这车一定要有 适合它的这个机油呢 才可以行走的 如果没有机油的话呢 是对车呢 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的 那么在我们这里 最重要的呢 那就是神的爱 哈利亚 你们相信吗 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知 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知道的 我们的神 并不是说 啊是吗 是那样吗 我也不知道 神不会是这样的 神是全知全能的 在世上的所有的一切 神都是知道的 然后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在神那里呢 是没有不可能的 当然 我们的神是不可能撒谎 他是不能撒谎的神 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所以呢 我们的神也是 无所不能的神 那么如果在我们神那里 没有爱的话 没有爱的话呢 我们全知全能的神 如果他不是全知全能的神的话 那么这世上的万物一切呢 就是不可能完全在神手里的 然后我们的神 因为是有爱的神 就是实践爱的神呢 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大的拯救的 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 那么如果没有神 在神那里没有神的爱的话 那么可能是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 我们只可能是被关进活海里 在那里永永远遭受痛苦的 在神那里如果没有爱的话 那么是不可能有任何方法 让我们与神可以得到联系 原本只能是掉在地狱里 只能是永永远遭受痛苦的我们 但现在看起来还是罪人 往后想起来也是罪人 永永远远 原本是罪人的我们这个人类 原本是一定是只能是去 这个地狱的人类呢 因着神的爱呢 神怜悯了我们 神可怜了我们 让神呢 让耶稣基督到场肉身 亲自来到这里 然后呢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着耶稣的保障呢 让我们整个人类得到了拯救 所以说人就是爱 爱呢 使我们来得到了拯救 神通过神的爱呢 来拯救了我们 来信了他的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们相信 就热烈的鼓掌 把所有的荣耀归于神 我们的神 是拥有很多的属性的 那么他是全知全能 是知道一切的神 那么在神那里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属性的 神是这样的神 神是那样的神 神有很多的属性的 在很多的属性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呢 最有特征的一点 可以强调的 可以强调神的特征的一点呢 就是说 神的爱的能力的 神的爱 是除了神之外 是没有任谁是拥有的 那么除了神的之外 只有是神的爱呢 才可以让这世上的所有的罪人 拥有更大的机会 让罪人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的 神的爱 是渐渐地在燃烧 神的爱渐渐地在燃烧 这世上的人想 我现在对神的爱正在燃烧 正在上升 那么我们 对神的这种爱呢 如果只是在人的感情 和人的意念当中的话 那么这与神的爱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神的爱呢 并不是只是局限于 在人的感情和人的想法 和人的意念当中的 这种爱的 一种感情的爱呢 并不是局限于这种爱的 我们虽然是完全的罪人 但是神还是猜浅了 他的独圣子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耶稣呢 他是丢下了他的宝座 让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 那么大家想想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来遭受那种欺辱呢 这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上次我们讲过 那个将军 他是脱下自己的衣服 在约旦河里洗 这其实也是一件 放下 完全放下自己的事情 如果一个皇帝 他脱下衣服 在大道上走的话 那可能是没有一个王 可能会那么做 大家想想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 有权钱的王 有权有钱的王 那么你把你自己的衣服 脱下来之后 放着身子 在很脏的那个 约旦河里洗 或者是在大道上走的话 你能走吗 你是不可能轻易那么去做的 那么所有的王都是不可能去做的 但是乃曼王 乃曼王呢 他是去做了一切 耶稣呢 他是道上的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爱 虽然耶稣不是罪人 但是只是为了这世上的一切之人 只能是被丢进地狱里 永远遭受痛苦的我们 是为了我们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这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的话 我们只能是在活害里遭受痛苦 正因为有了神 有了神的爱呢 我们才可以有方法去得到拯救的 如果神没有爱的话 耶稣基督现在还会是坐在宝座当中 他以前也是一直会坐在那里 不会来造成痛苦的 但是正因为神的爱呢 才是还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 那么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之谜 我们成为了神的子女 我们为了来学耶稣 为了来像耶稣 我们为了能去 我们为了来学习耶稣 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们要去实践神的爱的 所以神的爱呢 不仅仅是 现在把它因着你的感情 来燃烧你的爱 这其实并不是一件 很轻易去实践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实践神的爱 去求神的爱 那么这世上人的感情 和人的想法的这种爱呢 是时常会有一些伤心 一些惧怕 还有愤怒 还有怀疑 还有甚至有的时候呢 是想甚至放弃一切 来离开这个人的 在这里呢 是有很多的局限的 那么人的想法 和人的意念 和人的感情的这种 爱和神的爱呢 是完全不同的 神的爱呢 并不是与我们这种 人的感情的这种 完全完全不同的 神的爱呢 它是无稀的 它是无价的 它是放下自己一切的 是不需要任何代价的 这些魔鬼们呢 他们是拿着虚假的那些见证 和虚假的行动呢 来诱惑人类的 因为这些魔鬼们呢 希望人类呢 也去 来跟着它 除了基督教以外的 所有的这些宗教呢 他们都是来设置一个物体 和设置一种想象 来敬拜它 去敬拜这些物体 他们是为了自己 想成为神 并且 他们这所做的一切呢 都是去为了来效仿神的 这世上除了唱诗以外呢 这都是一些崇拜 或者是赞美别神的 赞美这些世上的 巫鬼的 魔鬼的这些歌曲的 那这些魔鬼们呢 他们就要效仿 这神的一切 要让别人去赞美他们 有的人说 我去算华 我去占卜 我的基点得到了治愈 当然奇迹会是发生的 因为这些魔鬼呢 他们会去效仿 但是在这里永远 他们不可能去效仿的一点 就是说 爱的属性 爱的属性呢 魔鬼是不可能去效仿的 爱的这种属性呢 是谁都不可能去效仿的 看到了耶稣的 这种神迹的 耶稣的弟子呢 并且耶稣的弟子当中 使徒约翰呢 在约翰福音当中 约翰福音当中也讲到 我的亲爱的弟兄们 在约翰一书当中呢 他并没有说 我的弟兄们 而是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要互相相爱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的 现在你不想去爱 坐在你旁边的人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彼此相爱 亲爱的弟兄们 这里说是亲爱的弟兄们 在这里呢 我们要用神的爱 要彼此相爱的 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爱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如果不认识神 那么他们是不可能知道 神的爱的 这世上的一切人呢 不可能是会 因为就算是 损失自己的一切 而去无价地去爱别人的 有的人平常虽然说 我最喜欢你 我最关心你 我最爱你 但是一旦在关键时刻 一旦发生危难的时刻呢 他就马上就会生气 马上就会反悔的 那么这样的人呢 是属于魔鬼 是属于撒旦的 这样的人呢 一会儿是变成魔鬼的子女 大部分的生活 他们是属于魔鬼 然后呢 时常来到教会 来做礼拜的时候呢 才是属于神的儿子 然后呢 出教会 他们又是属于魔鬼的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回头去看一看 并且去做悔改的 在教会 在基督教当中呢 经常使用一个单词 就是星期天的 星期天的基督徒 现在我甚至认为 星期天的基督徒 我认为这也算是好的了 因为有的人 就算是星期天来到教会 坐在这里 敬拜 但是在敬拜的那 11个小时当中 他也不可能集中的 他在这里 我应该怎么去骂他 我应该怎么去修理他 在天神的话语的 一个小时的期间呢 他也是不可能集中的 我认为这样的人 不仅不配说是 星期天的基督徒 他们连一个小时的基督徒 都不配去教导 在礼拜结束之后 耶稣教会 他们的表情呢 马上就有了改变 你刚才为什么 几首呢 一次告白 向神告白了一切吗 在神的面前呢 我们是不可能 我们的一切都会在神面前 会表现出来的 我们是骗不了神的 在星期天 一天 在礼拜天一天 从早到晚 我们一定要去圣洁 不仅仅是要 神的圣洁的生活 不仅仅是一天 在一周期间呢 我们也要去 用心地过得圣洁的生活 那么星期间的这一天呢 对你在一周的生活当中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如果你们 星期天这一天 没有 没能好的接受 抱有的话 没能拿到好的信心的话 那么一周期间 你们怎么有能力 怎么有力量 才可以去 过着像神一样的生活呢 其实这是一件 非常严重的事情 现在牧师在前面讲到 为什么牧师 在讲到的时候 还要去教训 你们为什么 你们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明白神的话语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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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不知的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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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的 这一天 其实他做的并不是 不知的事情 でもこういう信仰 每个人都应该怎么去做的 作为有信心的人 应该怎么去做的 毫生ここから大阪出 毫生ここから大阪出席 我们的环境 应该去做礼拜 应该去建训神 在这里呢 是不需要来讲究 你时间和距离的 天国 如果你没有做准备 如果你没能 去做好预备的话 那是去不了的 因为天国 你觉得远 你就不想进去吗 如果你们没有真正的忧心 你们是不可 没有真正的信心 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不要只局限于 你的肉体和你的人的意味 就用人的感情去判断一切 因为肉体的想法 只能是出来的那只 是死亡 这就是因为圣民去感动 因为圣民去行动的人 因信的人才会得到 真正的信心 如果你们相信 就热烈过着 所以人不要只追求那些 人的肉体和亲密的满足 我们要求圣民的 我们要求圣民的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 神绝对不会 因着我们所说的话 去被手骗的 牧师也不会被你们的那种 口里所出的一句两句话 而被手骗的 有的时候呢 我都感觉到 我控制不了的感情 因为有的人对我说某些话 但是我分明觉得 他的内心其实并不是那么像的 我分明知道 他是在说谎的 但是我不能揭穿他 我就要去 可以的去控制 我的这种感情 来掩藏住我的这种感情的 那么就算是十分钟 就算是一个小时 就算是几分钟 也没有关系的 你们一定要 就像说我们的身体 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说你们要把一切 都真实的 拿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告白 来向神悔改 我们的神 定义是说 在我们这里 要求很大的智 什么物质 或者是才能的 神希望我们是用 我们的存在的心 去求神的 来到神的面前的 有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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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荣华的人 有健康的人 工长的好看的人 他并不是求这样的人 而是真正 从心底里 开始与神 希望与神 而为的人 神是正在寻求 这样的人的 你们相信吗 就算是一个小时 就算是星期天的一天 就算是星期天的一个小时 就算是一周的一个小时 我们一起来说 一周当中 算是一个小时 就算是礼拜的时间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 本物のクリシャン になりましょう 阿们 阿们 再一个目的呢 就算是一天 就算是三天 还有就算是一周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努力 现在的努力呢 时时刻刻 成为真正的神的自律 主耶稣基督呢 是真正的爱我们的 祂的这种爱呢 是不可能有人的感情 和人的意念去判断 耶稣基督呢 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是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在那里呢 别人是用唾沫 来吐他 并且 他在十字架上 是流血流泪的 耶稣爱我们的这种爱呢 我们也要去实践这种爱的 那么当然 这种爱呢 并不是轻易地开始实践的 为了能去实践这种爱呢 这种爱呢 其实是 很难很难 可以去实践的 但是大家不要去幻想说 这种爱的 神的这种爱呢 是会结成果实的 但是 因着人的感情的这种爱呢 它是 在哪一个时刻呢 你会感到突然无异的 因为 人生呢 时常会感到渺茫 时常会感到非常非常的虚妙的 甜的时候 你会好好的吃 苦的时候 你就会吐出来 这就是 因着人的肉体和人的感情 去判断的一件事情的 上周一 我们教会 有一对 新婚夫妻 他们刚刚结婚 新郎坐哪了 新郎坐哪了呢 新郎现在坐后面 你们俩现在还好吧 他们两个人结婚才一周 他们现在还是新婚的时期 上周一呢 这一对新人呢 他们结婚 他们成为了夫妻 我现在想想 现在呢 他们是 可能是做 对方 无论是做什么事情 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么我是因着主义师基督的名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直到天国都能过个幸福的生活 但是用这世上的 这种感情和肉体的想法去想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们会是坚持到什么时候的 因为用这世上的爱呢 就是说 在哪一个时刻 可能是不然会消失的 可能过了几年 他们如果没有这种爱的话 在哪一个时刻 用人的想法和人的感情去想的时候呢 无论对方做什么呢 都会感到非常非常讨厌的 那么人生就是这种 人生呢 就是这种虚假的一个 现在呢 如果我们去实践耶稣基督的爱 那么拥有了这种耶稣基督的爱 去实践耶稣基督的爱 因着神的保护 因着神的 约我们的许约呢 我们拿着这种耶稣基督的爱呢 我们要带着希望 去实践耶稣的爱的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会得到生命的果实 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本身呢 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他来到世上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福 而是为了这些人类 只能是被丢在 火堆里的我们这些罪人 只能是 只能是下地狱的这些 这世上的罪人 是为了我们 而来到这个世上的 其实虽然一切 对不做错的都是我们 但是也只是为了我们 拯救我们 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大家想想 你其实没有罪人 对方打了人 或者是对方是罪人 但是你为了去救对方 你会去担当他的罪 并且去担当一切的 所有的这个罪的代价吗 这世上的人呢 不会有这种爱的 这世上的人呢 在这世上的时候 人呢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生活的时候呢 会遇到很多很多种的情况的 时常会被别人害 也可能会被 做一些对别人不义的事情 可能会生气 可能会高兴 那么你们平常找到的生活 这是决定的 你是属于神呢 还是属于撒旦呢 阿们 彼得 说 如果 主与我同在 我就算是辞 我也会一直 来跟随着主 但是 主当时并没有说 哎呀我亲爱的弟子 我知道你的话 并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彼得 是在那里 还是说谎的 因为主已经是知道 彼得是不会 守住那个约的 因为彼得当时 他那么多的那句话呢 只是一种感情的 因为当时是感情 但是感情 说的那种话 所以呢 你说 主对的说 直到祭明之前 你会三次否认主 主在那里分明说 你会三次 三次否认主的 因为主已经分明是知道 祂是会认主的 就算是本人不知道 但是神已经是知道 我们的一切 那么你们是 应该选择 你们想选择哪一切呢 你们是想选择 守神的约 然后进到神国里吧 这种道路吗 那么至于那些 默默的那种行动呢 我们一定要丢弃掉 从现在开始 此时此刻开始呢 我们要去实践 神的爱呢 神的爱呢 如果虚假的 去对待别人的话 去对待神的话 那神在里呢 神是不会与你同在 是不会结成果实的 此时此刻 你不要只想着自己 你想 只是想前面 你自己的利益的话 但是神是不可能 同在的 神的爱呢 是为了别人 就算是自己没有利益 是为了别人 而得到的 而去行动 为了对方 为了对方呢 我们要去祷告 我们要去行动 我们要去实践 神的爱 在这里呢 我们绝对不要 首先去放弃别人的 用我们肉体的相话去想 今天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跟你断绝关系 从今天开始 我今天跟你断绝关系 有的人会想 他做得太好了 他做得太有决断力了 决定力了 但是 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们要去祷告 我们要去忍耐的 当然在别人眼里 你只意味地去忍耐 去祷告 在别人眼里呢 你可能会认为 你是傻子的 但是 你要 真正地要去求神的爱 你没有去 舍弃别人 你没有去 而是一直在神的里面去忍耐的人 这样的人 神在最后 一直会与你同在的 现在的你们 一定明白神的爱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信心 是决定 是一定会有结果出来的 神的爱呢 是让我们 可以成为神的子女 和能按照神道去做的 一个最大的能力的 我们去实践神的爱呢 才是最优秀的 才可以得到 神所认证的 那种信心 一个非常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 前美国总统林肯总统 他在当律师的时候呢 一直在被 有一个 他的前辈呢 是一直在背后 坏他的 叫 Standle的这种 律师 Standle的律师呢 他是 他呢 因为是 林肯总统的前辈呢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 他一直要在背后 去坏 林肯的 Standle 律师呢 他一直在后面 说林肯的坏话 在一个公共的场所 在选举的一个场所呢 会说 亲爱的各位 你们想看非洲的 黑猩猩吗 你们如果想看非洲的 黑猩猩的话 你们不用去非洲 你们只要去林肯 家里的附近 看一下林肯 你们只要看 叫林肯的 这样的一个人 你们就知道 非洲的新性 长成这样了 那么林肯 在成为美国的总统之后呢 Standle的律师呢 他还是 在背后一直 嘲笑 嘲讽 他说林肯成为美国的总统 这是一种美国的一个国家性的灾难的 林肯成为了美国总统 竟然 Standle律师呢 他竟然还是在嘲讽林肯模式的 林肯总统呢 他后来成为总统之后 他就让Standle律师成为一个国防长官 他的所有的 他周围的所有的 新性们呢 是吓了一跳 因为他们认为Standle律师一直在背后 坏这个林肯总统 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敌人 成为他手下的一个补助 竟然让他成为国防部的总统 国防部的部长呢 所有所有的人都非常不理解 林肯说 当然他作为敌人 我是要打倒成敌人的 但是他是一个人 所以呢 我要让他成为一个我的手下 后来美国发生了南北的战争 美国发生了南北的内战 当时呢 是打了非常激烈的战争 Standle律师 因为他是非常有能的一个人 他就在下面补助林肯总统 他就让北部的这个部队呢 最后战上了南部 他是完全担当了他的这种美国 国防部长的这种职位的 后来林肯总统被暗杀 去世的时候呢 在第一个 林肯 Standle律师呢 他是第一个跑过去 抱着林肯总统 总统的尸体呢 在那里和哭 他说林肯的死亡是 国家性的罪到死的 当时是一直在背后 一直嘲讽的Standle律师 在林肯 自分的职死的时候呢 是最高的 在旁边适奉林肯的一个人 因着林肯的这种爱 因着林肯的这种无限的爱呢 让一个曾经是仇人的Standle律师呢 成为赢了一个在自己旁边最有补足能力的一个国防部长的 林肯 那么林肯呢 他是因为实践了 他并不是说因为他是爱了仇人 而出的 是 林肯呢 就是因为他正式 当神的儿子一样 去实践了神的爱 那么给林肯最高的一个肯定的评价的呢 也是Standle律师的 他是实践了神的爱 如果我们去实践神的爱的话 魔鬼是不能再做工的 如果我们现在一直守住神的爱的话 那么我们周围的环境呢 也会有圣灵一直来引导着保护着我们的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或许现在在你们前面 有一直嘲讽你们的人吗 你们要去爱他 你们要去实践神的爱 你不要说 因为是他 所以他是不行的 他是不能的 我算是放心他了 我算是再也不想见到他的 这样是不行的 你要去实践神的爱 现在实践神的爱的机会 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去爱你们的仇人 你们要去饶恕你们的仇人 因为你们的仇人并不是真正的仇人的 当然他们所做的一切 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他们做的事情确实是仇人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人 我们要去爱他 我们要去这么做的时候呢 你们的命运也会得到改变 这正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应该所走的这种道路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在恒田基地去呢 去恒田基地呢 现在当然是他已经不在了 在15年前呢 有一个叫鲁克的一个人 是军恒田基地的一个人 刚开始皮特先生是介绍 让我们去那里的时候呢 去见鲁克的时候呢 他一见到我们 就像是来喜欢自己的仆人 我当时是一个牧师 他并没有说是神牧师 他叫我小沈 他虽然 他是甚至连一句牧师 都没有叫过我 他一直在那里说小沈小沈 并不仅仅是这些套门的问题 他像仆人一样来使用 说你给我打扫房间 给我打扫房间 当时是 他甚至让我来打扫他的办公室 并且他的口 他嘴里呢 一直说那种不好听的话 他一直在那里 然后道 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呢 用我当时的那种感情 我完全是接受不了 他的所做的一切的 但是我还是去忍受 我还是去饶恕 我如果没有与他的这种交集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美国 恒天基地的那种食品的赞助的 如果不能得到赞助的话 我们就不能给这些露宿者食物的 当然 如果一次两次结束的话 我可以私忍着 但是每次每次 每周每周 我都要与他 与他见面 来在那里拿取食物的 有一天呢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那一天呢 正好是我三日祭祀祷告的第三天 我当时是已经非常非常的贫囊 从一大早开始 他就一直一直在那里唠叨 开车进部队里的时候呢 刚走一公里 他又在 他就让我停下来 又唠叨我 又说我 刚走一百米 他又跟我 又停下车来 来说我 来骂我 可能是走了两公里 他让我停了三四次 在当时呢 我从车里下来的时候呢 就想 行了 我干脆跟他干一仗 我就结束 结束这里的战术吧 但是 我看到他从车里下来的时候呢 我还是用笑脸迎着他 我看到 每次看到他 车从车里下来的时候呢 我还是笑脸来迎着他 当时我的心里 已经是人无可忍了 我就想 我这次我再也不能忍住了 我要对他生气 但是我还是每次 一直在那里忍住了 我当时是看到了 我看到他的眼神里 我看到他的眼神当中的那些恶毒乌鬼呢 突然都从他的身体里消失了 突然他就 当时呢 他像是金城那样的眼神一样 是非常非常凶恶的 但是 我再忍住三次 我说哈利利亚的时候呢 我就从看到 我就看到 从他的眼神当中 那种凶恶的感觉呢 那种凶恶的那种眼神呢 都从他的身体里离开 我就看到他的脸呢 他的表情 突然变成非常温柔的表情 我当时就想 哈利利亚 因为我的忍耐 我是得到胜利的 我并不是说 赞赏了他这个人 而是 我是赞赏了这个恶的灵 因为我没有发火 所以呢 我在灵俗灵方面 是得到胜利的 从那时候呢 他就 从此就开始叫我沈穆斯 并且他后来说 等我去天国的时候 如果天国在那里 在天国门之前 如果不让我进去的话 我就会说 我在世上的时候 我是一直帮助沈穆斯 去给他们提供食物的 你就让我进去吧 那么 天国之门就会向他敞开的 当然这是个开个玩笑 他一直对我说 他一定会是 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他也会可以去天国的 有很多的人 说 神牧师讲到 太时间太长 太难了 我听不懂 有很多的人 在每个时刻呢 都想离开这个教会 或者是走向世界的 但是这个牧师 路克这个人呢 十五年期间呢 他一直是来成长我 来表扬我的 那是因为在十几年当中 我一直没有发火 一直是在那里忍耐 我不管去不去 这个恒天基地呢 他在陆克上 他在恒天基地 待的十五年的期间呢 我没有去过一次 我一直是 他是 给我们赞助很多很多的食物的 他现在已经是退休 他现在是已经八十九岁的人了 他曾经是 一直在背后 说我 怪我 嘲讽我的这些人 但是 我如果不是因为 路宿者的这些机会 或者是路宿者 我可能不会去求他 不会在那里 去 求赞助的食物的 但是 正因为 我为了这些 神的子女们 正因为我的忍耐呢 后来呢 他在十几年期间 我就算是不去呢 他还会一直给我们非常丰盛的食物 来提供给我们 这些 非常丰盛的食物 昨天他也给我 他给我打电话 对我说 沈默斯 你对我说 让我活到一百二十岁 我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吗 我说 当然 你一定能活到一百二十岁的 我觉得他的内心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我觉得他 这个人呢 是盼管人的 我刚开始所见的路口桑 和现在的这个路口桑呢 是完全是两个人 我当时真不知道 人怎么会是有这样的改变力呢 当然 我认为 人并不是他这个人改变 而是神是改变了他的灵性的 他刚开始是属于误鬼的 刚开始他那样陷害我 来欺压我 我当时连他的声音都不想听 我再也不想再见到他 连他的声音我都不想听 但是 他后来有了改变之后 现在呢 我也是 我一听到他的声音 我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一直是为他祷告 来想起他的 圣灵的做工 我从前看到一个幻象呢 是有个 圣灵的做工 做得很大的一个牧师 我并有一天呢 神让我看到了广想 这个牧师 他虽然是做了很多的 圣灵的做工 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呢 是没有爱心 而是在他的内心里面 人家是充满了愤怒的 在他心里是充满了愤怒的 他拿带着这个愤怒呢 是去教导他的弟子们的 所以让我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幻象 神让我看到这个幻象的时候呢 是我们在建立 我们教会的联盟的时候的 神就说 直到耶稣在来临 直到耶稣在来临的时候呢 为了能得到主的迎接呢 如果你没有得到 神的爱的 去实践爱的这个结果的话 你是不可能得到拯救的 在最后的这个准备 你是没有做到最后的准备的 就是说我们被主所接走的 这个准备 如果你们没有实践神的爱的话 那是不可能 是被主接走去天国的 你就算是有最大的能力 和圣灵的做工 但是如果在你身体里 如果在你的心里 没有神的爱的话 没有去实践神的爱的话 这都是突然无意的 我当时是完全下了一惊 我就突然睁开眼睛 我就想 信神的人 算是信神的主的仆人 那么如果不是真正的得到 因着神的爱去做的话 那么天国的门 是不会向他开启的 因为他们是不认识神 因为他们没有去爱别人 没有去实践神的爱的人 他是不认识神的人 如果不去实践神的爱的人 他们是不知道怎么样走向 天国的这种道路的 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当中呢 也讲到 没有爱是不能去天国的 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现在就算再是罪人 就算是 再大的罪人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们一定要打工 你们要去求 神的爱 一定要实践在你们的身上 如果不是这么做的话 就算是再怎么去做 再做圣灵的做工 再去治愈局面 再去创建教会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 就算是在做方言 再有多大的智慧 就算是知道 天国的所有的一切 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 那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 都是徒劳无义的 这是没有用处的 就像是 不会想的这个罗一样的 如果你们相信 就热烈的 狗长巴说的 人要会于神 那这种力量呢 这种力量 能引领我们 走向天国的这种能力呢 只有是 在圣灵里得到结果 来去实践神的爱 绝对不要 因着人的感情 和人的想法 和人的这种意念呢 去做一切的 并不说 你自己去祷告 你就可以 是去实践神的爱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 去实践神的爱的话 你就像是说 别的再多的事情 也是没有用的 神的爱 你们一定要 神的基准 神的这个标准 是什么的 神的爱的标准 你们不要超越 神的标准 我们要适合 这个标准去行动的 就这样 我们才可以看到神国 我们才可以知道 神的爱 我们才可以得到 我们的信心 才可以得到 真正的认证的 因着神的爱呢 以前我们通过 星期三和星期日的 这个讲解呢 我们一直通过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呢 讲了爱的系列 现在用一个小时的 时间呢 是完全讲不完的 希望大家都能 进到我们教会的主页呢 去看爱的这个系列 如果你们没有 去实践神的爱的话 那么突然神在 降临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神的爱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到时候说 我们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呢 都能去进到 我们教会的主页 去看爱的这个系列呢 都重新再听一下 这个讲道 今天我们要讲 并不是说 因着人的感情 和人的想法 和人的意念 去做的这种爱 而是真正的神的爱 今天我们所听的 《格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所讲的这个爱的 希望大家呢 都能 每天每天去 默读圣经 去读圣经 去实践神的爱的 那么 你去算是说是爱 那是没有用的 只有是神的爱 才是重要的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格林多前书》 十三章第四节开始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要去忍耐的 爱呢 要去恒久忍耐的 如果你没有去忍耐的话 那么这个爱呢 是不可能坚持到最后的 你一定要让你的信心 坚持到最后 就算是有再大的阻拦 和再大的诱惑 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是 这个是正确的 是深意道的 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 你们就是忍耐 这才是真正的 去世间生的爱的 不要中途而非 不要中途去改变 你如果说中途去改变 这只是属于人的感情的 这是没有用的 爱呢 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的 而是恩慈的 是温柔的 是恩慈的 是带有恩慈的 就是说 就像是一个 干的一个海绵一样 它不会有任何的阻拦 它不会有任何的拒绝 是完全地来吸收水的 就算是给你痛苦的人 你也要去遭受痛苦 你并不是说 因为你遭受了痛苦 而要去 加倍地去还给他 无论是什么 我们不要拒绝 要完全地吸收 不要说 我并不是我先刺他的 并不是说我先害他的 就算是别人害你 你也不要一同去他 同样去伤害别人 那么真正能去忍耐的人呢 这才是真正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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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呢 爱呢 就是说 我们要真正去实践 去守住的人 这里说 爱是什么都忍耐 这才是不嫉妒的 盖隐呢 他和雅伯 盖隐呢 他是嫉妒自己的自信雅伯 神没有愿纳盖隐的 这个祭物的时候呢 他就嫉妒雅伯 因为他觉得雅伯是受到了神的认证的 所以呢 因着这个嫉妒呢 这个嫉妒就油然生成了这种罪恶 甚至最后呢 让盖隐呢 去杀了自己的弟兄的 并不仅仅是杀了自己的弟兄 并且让自己的人生呢 也是有了一个失败的人生的 别人变好了 能过好的生活 你们不要去嫉妒别人 你们要学会去给别人 掌声 能去为别人 一同快乐 那就是神的爱的一个属性 别人做了好事情 别人有发生了什么好事情 你不要说 怎么事情就 发生在他的身上 怎么就没有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你们要感到希望 如果是别人发生了什么好事情 你们去要 你们要感到希望 就不要嫉妒 因为这个嫉妒呢 只能是带给你 那些更深恶的罪恶 所以 嫉妒呢 只能是 下双 大家想想 比如说一年之间 一直努力地去 种地去 杀种 出草 那么秋天的时候呢 一大早呢 就会 有的时候呢 就会下双 那么这个双呢 是对农作物是 完全是不好的 你说嫉妒呢 就像是下双一样 这个双呢 会让这个农作物呢 会是死亡的 所以说嫉妒呢 这因为一个嫉妒 就让你这一切呢 都是突然 无疑 如果有嫉妒的话 现在如果在你面前 有嫉妒的话 你们要祷告 不要去 嫉妒 有的人呢 甚至在你嫉妒的时候呢 在旁边给你删删风 让你更加地去嫉妒 这样的人呢 也是非常坏的人 我希望在座的人 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的 亲爱的各位 爱呢 这个理说 爱是不是花不张狂的 不自花 不是炫耀自己的 不是沉添在别人面前 显自己的 我们每个人要 炫耀耶稣的 如果你们想写 你们就写耶稣吧 我要 趴下来 我要放下我自己的一切 我要 我们要 写 我们耶稣 不要说 啊 这都是我做的 这 我有能力吧 你们不要这么去说 不要写你们自己 而是 要写 耶稣的 我们要去 称赞谁呢 我们要去 征赞耶稣基督之名的 我们说 在这里 在这里 不张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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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狂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 比如说 张狂 他是没有 这种自治的能力的 就像是一个车没有杂一样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样的人呢 一直认为 自以为是 这样的人一直是会是在别人面前 这样的人呢 他是不会听牧师的话 不会听美人话 别人的话呢 他是听不进去的 这样的人是自傲的人 牧师的话 还有 神的话语呢 他们都不想听 现在如果 或许你们有这样的人吗 你们不想听牧师 到讲大的话 这样的人就是自夸 骄傲的人 这样的人呢 他们只能是走向 会走向地区的 自夸 骄傲的人呢 他们是听不进去 别人的话语 他们就像是三样一样 他们并不是一样 而是三样 他们并不是一样 他们只认为 他们自己的手法和想法是 判断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这样的话 刚才圣经上的话语 如果是 都反过来的话的话 那是完全是 谋鬼的 这些总案的 圣经上的内容 是圣灵 如果你们这么去做的话 你们的人生也是 改变的 爱呢 不做害羞的事呢 互相都会守礼 都会互相尊重对方 说哎呀 咱们两个现在变得好了 咱俩就不要再讲出那么多 不要再讲出什么礼 和那种 那么多方式了 咱俩就随便点吧 但是不要这么去做 我们每个人 人和人之间的 一定要守最基本的礼 不要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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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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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种虚假呢 在神面前 是行不通的 我们心里到底想什么 或许有没有一点的虚假的话呢 这是知道无一切的 阿民ですか 夫妇が 阿达姆と奥さん 亚当和夏娃 他们在犯着之前呢 他们就算是光着身子 他们也不会感到 是非常的羞耻的 但是 他们在犯了罪之后呢 他们觉得 光着身子是羞耻的 他们就拿叶子 来挡住了自己的身体 不要去想那些坏的事情 不喜欢证义 不喜欢真理 不要成天 去计算人的恶 有的人呢 是不喜欢来到教会 不想听神的话语 只想出去玩 出去想 不想来到教会的人 这样的人 也是非常危险的人的 教会呢 我们要频繁地去教会的 我们要经常地去教会 听神的话语的 你们或许 你们想 你们如果想教会 只有是祝福的话 那么每个人都会 平凡地来到教会的 但是有很多人 没有这么想 所以我们要经常去教会 听神的话语 这个理由说 我们是爱那儿 无论是不喜欢 自己和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判断 凡是忍耐的 但是领松 还是用不识心 真心讲道 绝对何があっても 疑惑 所以我们有 所以说 神的话语呢 是有益处的 不要说 这个对我有益处的 我就讲 我就拿 对我们意的我不拿 并不是这样的 现在无论是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你真正在神里面 那么这一切神的话语呢 都是对我有益的 就算是我现在受点损失 但是 如果这是神的话语 我一定会全部吸收的 不要在这里说 为什么为什么 不要在这里 抱负责不满的 无论是我们要凡事先 我们要凡事 去喜乐 因为我们要确信 神引导门的道路呢 是绝对不会有差错的 路宿者们这也能相信 阿们 所有的一切呢 我们要带着希望去做的 无论是谁呢 我都不要去抛弃 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不要去失望 直到最后呢 我们要带着希望去前行的 我去给那些路宿者去 讲道 神就说你要去爱他们 我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身上也有异味 并且我就对他们说 神啊 他们身上也有味道 我再跟他们讲神的话语 他们也不听 他们还喝酒 他们来到聚会呢 也一直在那里打架 那么他们现在是这样的人 每当集会结束之后 他们还会恢复 他们的那种路宿者的生活 我还会回到我的家里 我是否这是真正的爱呢 我当时带着忧伤来向神祷告的时候呢 神教导了我 你做了几年的路宿者聚会呢 我说我做了十几年 神问我 你喜欢做吗 你休息过吗 我说没有休息过 是的 我十几年期间一直没有休息过 我并不是带着哪一种人的感情和意识的这种激动去做的 就算是每天每天 我非常的艰难 但是我并没有抛弃他们 我并没有停止过神命令我的一切 就算是别人说我是像疯子一样 像傻子一样 但是我还是给这些路宿者给他们提供食物 我相信 我是带着希望 我相信 我对他们讲神的话语 他们一定会得到拯救的 因为神对我说 你要去做 你会得到 你会让他们得到拯救的 那么我是确信这一点 我是相信 并且我去实践神的话语 去做的时候 我知道这就是去实践神的爱的 所以 无论是谁 你不要去爱 他是不行的 完了 他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这么抛弃他 不要去放弃他 无论是到最后哪一个时刻 你不要去放弃他 因为这世上的人呢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是不可能 是不知道他在哪一个时刻 会有一个改变的 如果你去放弃别人 那么神也会放弃你的 人呢 是比任何一切都是假的 有的人去赌博的时候 可能会想拿很多的这个壁子吧 那么其实人 你们不要把这个人的生命和壁子呢 去相比 直到最后 最后一个时刻 你们不要去放弃 你们一定要为他祷告 你们一定要去 给 去爱他 你们只有去 不抛弃他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实践神的爱的 神对我告诉我的时候呢 我才知道啊 我确实是爱 我确实是 是实践神的爱的 当然 我是不可能去 完全每天每天给他们吃饱 我是不可能让他们住很温暖的地方 那就算是 我们结束 集会结束之后 都恢复平常呀 但是 我还是要去给他们分饭吃 并且给他们讲神的话语 我所做的一切 是没有停止过一次的 我没有去停止 我一直按着神的道去做呢 这正式表明 我也就是实践神的爱的 然后呢 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 爱呢 是永不止息的 如果你不停止地去爱的话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都是不会 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你无论是怎么样带我 我对你们的心思不会改变的 在十几年期间开始 一直有非常在我背后害我的人 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去 我一点都没有去恨过他 并且来到我们教会 又离开我们教会的人 我并没有想过 谁要不来我的教会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就算是他们在我背后说我话 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过他们 因为我相信 我如果这么去爱 去实践神的爱 他们终究会有一天 又会回到我们这里的 亲爱的各位 因为我不会迎合你们的感情 和你们的那种想法的 所以呢 因为我只是讲神的话语 我有时候不会迎合你们的感情 我只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 当然有的人 有的时候呢 是离开我们教会 但是我绝对不会在神的话语当中 会迎合你们 违背神的话语而迎合你们的感情的 我现在我和我的妻子 每周六呢 也一直做近视祷告 这是因为为了我们教会 离开我们教会的人的 因为我认为 如果我不放弃他们 我带着神的爱 一直去祷告 去近视祷告 一直去向神求的话 这些人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教会的 并不是说大概大概 哎 你要去别的教会就去吧 并不是这种感情的 因为我是真正爱他们的 所以呢 我是不会放弃他们的 但是想想 如果现在你们在这里享乐 你们现在在这里笑 但是如果去了地狱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永远永远在那里 遭受痛苦 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呢 就算是现在苦一点累一点 但是如果因着我们现在的行动 能去天国的话 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你们每个人都要一直在忍耐 一直要去祷告 一直要守着神的真理去行 这才是我们一种信心的 最基本的一个道路 结果呢 是神会一直来保守我们的结果的 如果我们带着信心去行的话 神一定会来引导我们的 来给我们好的结果 有的人说 他太坏了 我不想饶恕他 但是不要怎么样 仕途保罗 派伊巴拿巴是有着分歧的 仕途保罗呢 他是写的 他是在新约圣族当中呢 是有非常一种蜀女的一个人 但是他与别人还是有分歧的 因为他认为 他周围的几个人呢 他并没有与 仕途保罗一起去做传导旅行的 在下次的传导旅行的时候呢 仕途保罗呢 并没有想引领着他 因为他是与他的弟子 是有分歧的 他并没有地吻下那口气 他说第二次 传导旅行的时候 我再也不带着他了 因为他这样 哪一种事情做错了 所以我下次再也不会带着他 或者是下次再也不会 饶恕他了 那么我们当然是 有可能是 不能去饶恕别人 但是因着神的爱呢 我们要去努力 我们要去饶恕别人的 巴拿巴呢 他是没有放弃马可的 马可呢 最后呢 是在教会 他是得到了神的重用 并且他也是记录了马可负音 仕途行传 十五章当中 也讲到 仕途保罗呢 在那里看到 仕途保罗呢 是放弃他的一切的 那么伟大的仕途保罗 他呢 还是没能饶恕他 但是巴拿巴呢 他是饶恕一切的 这呢 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当然这也是非常难的事情 当然我也会 有时候会去争吵的 但是我们要去努力 我们要得到最后的胜利的 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去行的话 最对有 是对我们自己有益的 我们能去爱 我们不能去爱的人 这才是最重要的 并且我们也一定要守住神的爱的 不要因着人的感情 和人的暂时的那种感情呢 去爱或者是去做的 我们要去实践神的爱 用主的面对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侄女 希望你们能成 结成爱的果实 用主的面对你们都能结成爱的果实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